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克莱斯勒公司宣布因制动问题全球召回近87万辆汽车 其中包括本国的超过4万辆 智利发生8.2级强震造成至少6人死亡 多国加强戒备防范海啸 本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4月2号星期三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本地方面 多是一位94岁的长者 因为好心帮助他人而几乎被骗光了毕生的积蓄 德伦多警方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逮捕一对夫妇并对二人控以诈骗罪名 警方称受骗的女性长者四年前开始雇佣一名32岁的女子当管家 后该女子逐渐开始负责她的起居生活 今年早些时候 女管家告诉雇主要全家返回原籍国 并提议雇主和他们一起生活 女长者接受了提议 让管家和丈夫住在自己的居所 并负担他们的一切费用 管家和丈夫随后开始变卖该长者的家具和首饰 二人的行为引起女性长者周围亲友的怀疑 随后致电警方 警方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 夫妇二人根本不打算带女长者一起回到原籍国生活 目前二人被控三项欺诈罪名 警方称案件可能还涉及更多受害者 呼吁知情人士踊跃提供线索 一部越野车今天早上失控冲入多伦多市 宜桃壁谷地区一间民居导致天然气管爆裂 附近数间房屋的住客需要疏散 今天凌晨两点半 一部Akera四驱车行进Royal York Road突然失控撞向路边一间民居 由于意外导致天然气管爆裂被安全起见 现场附近数间民居的住客需要疏散 意外发生后附近街道一度关闭直到今天早上7点15分开始重开 多市议会今天就规管街头快餐车的问题进行开会讨论 是否希望可以通过制定新的复利放宽 对快餐车的一部分限制减少商家投诉 就是否放宽针对街头快餐车的规管条例问题 有市议员认为快餐车会增加废气排放量和噪音污染 同时会占永多市街头的停车位 目前市府正在讨论的新复利将会为快餐车设立特别的停车位 每次将允许快餐车停放最多5个小时 但停放快餐车的地点必须距离挂牌营业的餐馆至少50米 这目前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 此外新复利还将取消快餐车在公共停车位不得停放超过10分钟的限制 同时复利也将不再限制同一条街道上快餐车的数量 由于车辆制动存在安全隐患 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宣布在全球召回近87万部汽车 其中超过4万部在加拿大首处 克莱斯勒集团今天宣布 在收到消费者对于刹车踏板过紧问题的投诉后 将召回86万7795辆汽车以修复制动系统的一个缺陷 该公司表示将为受影响的车辆安装一个防护罩 以免制动助力器与水接触而受到腐蚀 此次召回涉及2011到2014款吉普大切诺基和道奇Durango越野车 克莱斯勒的经销商将检查这些车辆 如有必要将更换制动助力器 卑诗省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麻疹疫情 主要控制在飞沙和谷东部 现在已经确诊了320个病例 卑诗省麻疹疫情已经进入第四个星期 卫生部门预计疫情还将持续两星期 自从3月8号疫情公布后 飞沙卫生局一直在同学校 社区 教堂等团体合作 在公共卫生部门和医生办公室开设了专科免疫诊所 卫生局表示 此次是卑诗省有史以来最大的麻疹疫情 很多病患都是儿童 麻疹初期症状类似上呼吸道感染 包括发热 咳嗽 流涕 流泪等 麻疹还会引发例如腹泻 肺炎 脑炎等并发症 在本国 除了卑诗省之外 曼尼托巴省 阿省 安省和萨省也都发生了麻疹病例 而美国华盛顿州也有四人在前往卑诗省旅游后染上麻疹 好 加国新闻之后我们上次休息新段广告 广告之后将为领导来国际新闻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Malaysia Airlines under pressure to pay compensation to families on the missing plane and after three years of losses BBOC defends its regulation of online finance saying services will resume once controls are in place China welcome Swiss Parliament approval of the China Swiss free trade agreement 才经亚洲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为您报播 用英语纪录片的形式来记录变化中的东方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探讨 Nare the territory of the king car was almost a quarter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area's numerous peaks, rivers and lakes and its harsh climate have defied human settlement since time immemorial 东方三十分钟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人连人是城里人 人不像咱 一吃肉就盯着肥的 人吃不惯 这是你送给俺的 俺平时从来都不舍得带 一万个学生 有一个考上北大的 那一万个人才有一个考上公务员的 我的路也是从贫穷开始的 我希望你拿出根据 来证明能给我女儿幸福的生活 多伦多最新国语电台 FM105.9 WOE中文电台 我是小包 加水站 热门话题互动讨论 我们的节目中呢 其实每次也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 在节目中回答听众们的提问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微信 与我们进行互动 加扯看节目 从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 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来看国际方面 治理北部建案发生8.2级强烈地震 引发2米高的海啸 沿岸民众疏散 当局指出至少6人死亡 多国加强戒备防范海啸 接近镇中的北部建案城市一击客 地震一刻住宅猛烈摇晃 建筑物起火 有房屋外墙 整幅倒塌 另外一个接近镇中的城市阿里卡 有不少人在超市购物时遇上地震 慌忙走壁 货架上的物品散落在地上 当地之后再有多次余震 其中一次达到6级以上 沿岸数以万计民众紧急疏散 有在当地华侨表示 地震持续了大约3分钟 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发生泥石流 阻塞道路 几千户停电 通讯中断 多间房屋受损 当局指 死者部分是被倒塌的墙压死 或者死于心脏病发 当地大约300名女囚犯 趁乱越狱 部分捉回 当局增派几百名防暴警察 及士兵戒备以防抢掠 智利是地球主要产铜国 当地铜矿未受影响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 出发前往灾区视察 只会尽力确保民众安全 中国驻智利大使馆 启动应急机制 没有收到有华人伤亡的报告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星期二晚上8点多 震中位于智利伊基克西北 大约100公里海域 震源深度20公里 美国地质勘探局 将地震级别由最初的8级 修改为8.2级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 一度向中美及南美洲的 太平洋沿岸发出海啸警报 第一波海啸在地震后 45分钟内抵达沿岸地区 掀起最高2米的海浪 海啸波也在十多个小时之后 抵达美国夏威夷 当局正严密监察 呼吁民众切勿前往海滩 智利近期发生多次 5级以上地震 专家曾经警告 可能会有更强烈地震 2010年 智利也曾发生8.8级地震 引发海啸 造成超过500人死亡 德国汉沙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为争取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 今天起罢工三天 预计有3800多班航班取消 大约42万的旅客受到影响 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 告示牌上显示 汉沙航空多个航班 包括国内和国际航班取消 三天的罢工要取消的航班 多达3800多班 影响42万旅客 由于航空公司已经提早 通过电邮和短信通知旅客 同时安排他们 转搭其他航空公司的班机和火车 没有旅客滞留在机场 有旅客表示 航空公司的安排恰当 但认为飞行员罢工 对他们的争取加薪 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 没有帮助 但也有旅客表示 航空公司的员工 也有权利争取福利 工会代表认为 如果此次罢工未能达到目的 他们在结束罢工后 会再与航空公司谈判 受到廉价航空公司的竞争压力 汉莎要削减开支 近两年来 一直与飞行员工会 就薪酬问题谈判 到最近谈判破裂 飞行员工会决定罢工 也是法兰克福机场 一个半月以来的第三次工潮 估计公司会损失数千万欧元 泰国曼谷有工人 试图切割一枚 怀疑是二战时期的炸弹时 发生了爆炸 最少7人死亡 19人受伤 发生爆炸 仓库炸到只剩下支架 周围建筑物严重损毁 事发在曼谷北部 有建筑工人在工地 发现该枚炸弹 卖给回收商 回收工人用烧焊枪切割 发生猛烈爆炸 数名工人当场被炸死 现场炸开一个三米深的大坑 方圆500米的建筑物都受到波及 并且引发了大火 曼谷邮报报道 工人可能不知道 捡货的是炸弹 想将它切开 不过也有报道指 工人以为炸弹已经没有破坏力 才将其切割 当地警方表示 炸弹重超过200公斤 相信是二战时期留下的炸弹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在前往澳大利亚 讨论搜寻失踪客机之际警告说 客机失踪之谜 可能永远无法破解 马来西亚警察总监哈利德表示 他们针对失踪客机的调查 可能将会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 马来西亚警方已经对 两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亲属 进行了多达170次的面谈 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哈利德说 为了排除存在蓄意破坏的可能性 警方甚至调查了飞机上的货物与食品 他表示可能在调查结束后 仍无法清楚客机失踪的真正原因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将在今天晚间抵达澳大利亚博斯后 到访负责指挥失踪客机搜寻工作的 联合机构协调中心 马来西亚政府称 他们是根据卫星数据 定论失踪马航MH370 在南印度洋坠毁 不过很多机上乘客的亲属 至今拒绝相信马来西亚政府的推断 并对信息公开程度表示极大不满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